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庄的这一家咖啡店发起了A餐计划 无论你是谁不做调查 只要你有需要就免费供应餐点 很多台湾的现象 那这都是我们的表象 那看起来还算富裕 但事实上在基层的人民上面来讲 我觉得其实还是有蛮多需要帮助的人 因为有两个就读小学的孩子 让他了解到在一些贫困家庭 孩子们最重要的一餐 就是营养午餐 全面停课后 他担心会有孩子饿肚子 他们不能去学校吃到这一顿 那也许他在家里吃的 可能会比较差一点点 或者是甚至他没有东西吃 所以在我们的角度 我们就去想说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个餐点 不管这个餐点分量大一点 还是小一点点 那至少这是一份餐点 加一个饮料 那他们可以这样子度过一餐 以前做过业务培养出看人的灵敏度 蔡依凡把自己当里长做工艺 虽然自己的电收入也大幅短少 我们的营业额已经少了大概快一半 但是其实我们的很多固定的人事费用 其实是一样的 那在我的角度我会觉得 虽然疫情 我们的生意不好 但是其实各行各业大家都受影响 那难过的或者是不好做的 其实也不会只有我们 无奈 来点餐的民众总是低调 蔡依凡相信 来人一定是有困难 所以从不过问 不是只有待业 是没有工作 所以三餐上面 三餐都没有收入 谢谢 感谢 拜拜 对啊 我觉得心中也温暖 蔡依凡出生于小康家庭 母亲是一位护理师 总是教导她尊重与爱 18岁那年傅莫言引发败血症 生死一现让她领悟到 活着就是恩死 就是状况有危机 所以医生那时候也说 就是要签那个病危通知书 你就会觉得生命是蛮无常的 很多事情是蛮无常的 那你就觉得 好像自己在还有能力 还有时间的时候 去做一些事情 不要等到不行了 再回来做 她把这样的理念和作为 在网络上分享 至少有70家的业者响应 因为率先行善 所以被贴标签 让她很错愕 那其实在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最需要的 其实应该是团结一行 我们应该撇开自己个人 心中小小的成见 暖暖的咖啡 一份餐点给需要的人 在疫情严峻的当下 大家一起用正能量 挺过这一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